慈禁紐約分會頒發獎學金 今年有32位學生獲獎 而這筆助學金 讓這群來自清寒家庭的年輕人 有了改變人生的機會 今年有32位學生 得到慈禁紐約分會獎學金的肯定 而在成功的背後 他們有著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 我的名字是Elio Velazquez 在年輕時 我媽媽是一個小孩子的母親 所以當時我們沒有家 我們從家到家 金融來說很困難 這樣困難的環境不曾打倒過Elio 反而成就了今天的她 一位優秀的準大學生 來自厄瓜多的安卓亞 同樣也是很優秀 她三年前來到美國時 完全不會說英文 背負著家人的期望 只身來到美國 投靠嫁到美國多年的姐姐 我的名字是安德亞基尊 我剛才來兩年來 我父母都沒有機會 獲得高級教育 例如在學校 所以我想要回到他們 但他們都在這次投入我 雖然姐姐很支持安卓亞的學業 但微薄的薪水 無法供應美國社區大學的學費 如今靠著這筆獎學金 安卓亞有希望成為家族 第一個念到大學的成員 我的名字叫做楊文琦 三年前我來到紐約 剛剛來的那個時候 我就一直在fashion和朋友玩 然後沒有目標 沒有夢想 不想學習 完了一年的文琦 最終是在母親的期盼下 回到了學校 並且在今年 申請進入美國紐約大學 你一定要有一個夢想 然後你有了這個夢想 不管是什麼藍體也能克服 大愛新聞 週四月艾貝爾美國報道